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在大澳等等 记忆中的大澳 何不是那样子的 亦不是很久远的事 不过是两年前 曾在大澳工作的朋友 和我来到这里 那时海边 还有一个陷落的球场 据说 哪一带曾经有一个晒岩场 那时环顾 已有点崩塌的长堤 还在这里 和海浪执拗地炒嘴 用自己笨拙的方法 抗衡排排涌到的波涂 如今 我们在急风里 只看见牢固 而冷硬的石屎提等 我们都说 都变了 以前可不是这样子的 我门抬头的时候 看见黄昏女一边心润 一边亮窄的山 日影在阴阳分割的山坡上 本来是移动着的 光的一面 和阴的一面 此刻都好像静止下来年 以前的渔船 他们是排在棚屋之旁 他们就会在这里洗进去 洗出来 所以他们这条潮顶的时候 就要开合 让渔船可以进出 现在我们刚刚是潮退 潮水的差距很大 潮漲可以去到差不多桥底 水是这么高的 但居民就当那条河 就像我们在香港的马路一样 那屋就在马路的两旁 那变成了沖来说 排屋就在一条沖的两旁 所以排屋的正门 就是向着海的 因为以前来说 每个排屋都有自己的船 作为他们自己的交通工具 就像大家不认为他们的试驾车一样 那变成我们看到 每个排屋都有自己的楼梯 那船放上去 他们就可以走上去 自己居住的地方 那他们的渔船 都是以前来说 就是排在那个 他们叫棚头 即是棚的前面 那终于回来 排在棚头那里 那些家庭的成型 就住在棚屋那里 棚屋也就是一个 维修生活的地方 这个地方 狠像小河的渡口 但是它并不是河 而是海 当地人过这小小的水面 是叫过海的 当年前第一次来时 就想 为什么不见一道桥 现在这个念头又来了 为什么不见一道桥 没有人可问 也没有人回答 其实这个是一间船厂 以前是整船和修理船 大家看到那条轨 就是船拖上来 维修的 以前的船是木船 木船就会漏水 漏水 以前漏水中间 就用铜油灰和竹丝 拖起来 塞住它 让它不会入水 但是两三个月 它都会流水 所以两三个月 它要拖上来 有两个做事 一个就是 塞好竹丝 另外就是 有些汇壳类的东西 就会生在船身 船会阻挽它 很厉害才能移动 就要剷走它 或者是维修 大澳最多的时候 有七八个以上 这么多的船的维修厂 以前我小时候 都见过它们 整艘船组出来 这一次自己回答 桥一见 就消失了这种 极有特色的渡船 小鸟一样特色 吸引人游大澳 这事一 见桥不免占去两岸好地方 桥两头是必须伸展得长一些的 这是二 这女是海 有时会有一些不太少的渔船驶过 要见桥 必须够高 可以通过大渔船 这就增加造桥的困难 此其三 主要的一点 恐怕还是没有造桥的需要 造桥 并不会为这类 带来什么经济上的好处 哪一天有这个需要 桥一定很快就见起来的 而那时 大澳恐怕很快就发展成 伏味的闹事了 你以前用了一块土地的话 你要交租 你没有钱交租的话 你就不会建一间屋在土地 但如果建一间深水的地方 就很难建 以前来说 就是穷的人家 你被人赶到连地都没有了 你就在高低条线立即建 因为政府不觉得那里是地 就不收你租 所以在香港的历史 在1898年之后 鹏屋就被市作为寮屋